好 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在这里 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今天刚所读的经文在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 那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在耶稣之前 对我们徒书有一些的教导 当耶稣讲到他 对他这样的徒书说 他将会被抓 被羞辱 被病死 耶稣也讲到他会复活 这个时候 灵徒当中的西米塔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雅各 一个是约翰 就抓住机会 向耶稣有一个请求 就说在 对耶稣说 在你的荣耀里面 一个可以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可以坐在你的左边 耶稣对这两个灵徒说 你们所求的 你们不知道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喜 你们能受吗 这两个灵徒说 可以 能 神 但耶稣继续地跟他们讲 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是为谁预备 就赐给谁的 这个时候 旁边的另外十个灵徒听见 他就非常朗路 耶稣叫他们来 对他们讲 外当有君王治理他们 有大臣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是这样 你们中间随便为大 就必做众人的用人 谁也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以及耶稣讲到 他们所读的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 他以自己的服饰 来教导我们 也深信 今天这句话 耶稣的侍奉 也同样教导着我们 我们开始一个祷告 主我感谢你 孩子的有限 愿你自己来帮助 主啊在这 荣耀的日子里面 愿你的灵开启我们 能够明白你 话语 的亮光 以至于你 灵里面 再次被你挑望 再次 靠着耶稣基督 奔跑有益 谢谢主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那刚才一句话 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应该在诗诺里面 参道 神是荣耀的 同样在圣经里面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讲到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在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丰丰盛盛 有恩典 有真理 神的儿子是 与神同真同荣 可是他成为一个 人子的样子 来到地上 他成为一个卑微的 成为一个有限的 来住在我们中间 透过四福音 我们知道 耶稣在地上 要么所看到 他作为一个人的样式 他所行的 他和一样 他经历了魔鬼的试探 他祷告之后 经历了饥饿 他也和那些忧伤的人在一起 当纳撒路死的时候 他也流泪了 在家人的婚宴上 那喜庆的日子 他也欢迎复喜 主耶稣来到地上 以忧伤的人 一起忧伤 以喜乐的人 一同喜乐 耶稣从一个 至高至大荣耀的 成为一个卑贱的 卑微的 有限的 渺小的 耶稣 耶稣 服侍 其手 就以 人子的态度 让我看到 在圣经里面 我看到使徒保罗 神所使用的一个门徒 大量使用的门徒 我们也从他的身上 可以了解到 他服侍的道路上 他的虚极 他的谦卑 在罗马书里面 使徒保罗讲到 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在贵林多前书 保罗普遍讲的一句话 我是使徒中最小的 我们知道 隆马书和贵林多前书 是大约在公元55年 56年写成的 当他经历服侍的一段道路之后 到了差不多5年 公元后61年 他写了提摩太前书 他所服侍的里面 他所流露的出来是怎样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他不当是罪人 他是这个罪大恶极的人 是一个罪魁 使徒保罗 他是受了最好的教育 在迦玛里面下 他有最好的身份 他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 是最尽情的 威赛人 可是当他遇到殷属 他生命转变了 他不断地 谦卑来服侍 从一个自身是使徒 是罪下的 然后去到一个罪魁中的罪魁 就是引导我们 当我这次看人子的时候 其实并不觉得 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子 他愿意帮助我们 他愿意降低自己 可是当我遇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他提醒了我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记得感谢主 如果有一段时间 神的引导 有机会 在一群艾滋病的群体当中 来服侍 其实这个群体 从开始的时候 是有点紧张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艾滋病 它是 会传染的 它是目前来说 不能够治愈的 心里面是有点紧张 当他们接触的时候 患者接触的时候 我只想 可能保持一点距离 跟他讲话 跟他有些沟通 有些祷告 有些就好了 然后他讲话的时候 我还会小心 不要被他的 吐沫 爬到我的身上 是有点紧张 于是我就 陪着一个患者 去医院里面做检查 密行的检查 挂了号 付了肺 左转右转 就到那个化验室 去抽取化验 我就陪着他的时候 到那个化验室 他就遇到一个患者的朋友 这个患者朋友 看到我 讲了第一句话 把我吓了一跳 他看着我就说 他看着我就说 你也是 我本身心里就紧张 他们在一起 看到他在一起讲 然后我 好可怕 很紧张 然后就勉强地陪着这个患者 做了检查 我说 送他回去了 我就在不要的路上 我就跟神说 主啊我坐不了 这太危险了 我有时候可能会自己不小心 哪里碰上 有口的话 跟他握手会怎么样 我说我 我害怕 我不能做了 我心里有点紧张 后来当 在是 安静默想的时候 想到主耶稣 他是荣耀的主 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主之主 他竟然成为人的样子 来到人中间 只是他没有罪 想到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来到地上 成为人的样子 为我们恢复重荡 成心拥慌 他是荣耀的主 可是他谦卑 成为人子来到地上 却被本地人讥笑他 他说 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 万物世界 借得主所造 也是为他而造 可是他成为人子的样子 来到地上 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那自己一点点的服饰 又算得到什么 主耶稣 他那么高的位置 他可以向非成为 我应该这样一个 软弱的人的样子 那我 我有什么可夸可 我有什么 也就继续在患者当中 一头来服饰 就是 从开始的紧张 害怕 保持距离 慢慢的 我们一起的聚会 我们一起包饺子 我们一起吃 我们一起玩 一起喜乐 所以当我 超过这个经历 这个服饰 让我想到 耶稣 耶稣基督 从天上 降为一个人的样子 实在是不容易 耶稣来到地上 他有一个故 就是 要服侍人 他本受我们的服饰 因为他是大金丸 他的主宰 他是 所有 我们应当来服侍他 可是他说 他不是要受人的服饰 乃是要服饰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服饰 被服饰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绝续看我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我们任意而行 我们都不知道前面是 悬崖 我们都看不清楚 看不到 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柴狼 我们也不明白 神看我们 何的需要 他愿意来服侍我 耶稣在地上说 服侍的人群 有宗教领袖 有做官的 有受过好的教育的 也有一些平民百姓 也许多是残缺的 耶稣在地上就是要服侍我们 因为我们需要 可是我们在地上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心理学家马斯列 他讲到人的需要 通常有五个阶层 第一个 生理的需要 我们需要 为人 恶 需要有气的 冷 需要有窗的 再好一点 再高一点 安全的需要 我们需要有稳定的工作 安全的基础 有这个 我们需要更高一点的 社交的需要 因为人是一个群体的生活 需要有朋友 需要建立亲情 在情感中的需要 接下来 有更高一点的 被尊重的需要 在这个群体当中 被认可 被尊重 那有了这些 最高 第五个最高的就是 自我实现 要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 自己的世界观 自己的价值观要使用出来 可能到这个阶段 就胜过了 金钱 严厉地位 可是这些所要的 如果没有基督 这些是什么 是短暂的 是不是我们人生 就全部的抓住这些 向这些来寻求 来寻求 费尽我们一生的努力 来寻求这些短暂的 转眼会离开的 让我们能够选择那种上好的 就好像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向着提比比亚海边的门徒彼得所说的 因为当耶稣被病 被受害的时候 人徒灰心善打 回去了 他划彼得 他从操就烈 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耶稣向他显现 问他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但是耶稣跟他三次了 彼得说 主啊 也知道 我爱你 但爱足的时候 神就有一些托福 在他身上 就是 引导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领受恩典的人 我们也成为一个服侍的人 因为我们从前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们是服侍了世界 到我们认识了基督以后 我们是服侍基督 从前我们是讨世界的喜欢 如今我们是讨主的喜悦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服侍的人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我就想到 当我还没有接触福音的时候 我在一个学校工作 其实那个时候 工作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人生没有意思 人生很迷茫 我觉得人生就是为了工作 然后去到自己住的地方 和一些朋友 聊聊天 快快乐乐的人 聊一下 人生就这样走完 我想到 人生是不是几十年 这一代人走的 下一代又来呢 然后也害怕 面对死亡 心里迷茫 害怕 觉得也空虚 因为人活的就是 也同样的 就是在一种争夺的里面 个人为自己的利益 在争夺 我觉得人活的没有什么意思 很谢主 有机会去到一个小组 一个茶厅小组里面 当我看到这群 现在说是弟兄姐妹 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是弟兄姐妹 当时觉得他们是信耶稣的 可以看到他们对你的 关心 对你的爱 他们有声明 为什么 好像 同样是因为有困难的 有麻烦的事情 他们也不是什么 标常光怪 也不是什么好的条件 他们也是平民百姓 为什么他们可以 那种的释放 有那种喜乐 有那种平静 如果说我就是想要 这样的生命 有一次有个姐妹 离开了一段时间 后来回来了 那后来大家就问她 你前段时间去哪里了 这两个礼拜没看到你 就听到那个姐妹 很想 去世了 可是我透过她在分享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 他们那种平安 可以感受到她那种盼望 是否我心中的知道 她是没有 我心里的弥满 她是知道前面 当着人物 透过这些弟兄姐妹 她拼平大谈一群弟兄姐妹 可是她们的服饰 影响我 引导我一步一步 更多认识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 所使用的一个器皿 在不同的地方 或是在我们工作场所 或是在我们家庭里面 或是在我们邻居的关系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神所爱 神所用的 神所用的 去 将你的福音绑传 人在地上所要的 可是他们自想的都知道 唯有耶稣成为他们的法座 另外有一件事情 有一天 有个人在福亚路上 忽然下起了大雨 他就跑到一个屋檐下面 来避避一下这个雨 可能一会儿就过了 有个人就停了 可是她在这个屋檐下 几分钟过了一会儿 这个雨好像不像是小的样子 还继续地在下 下得蛮大的 她心里开始有点着急 说怎么样 赶快回去 这时候就有一个人 从她前面走过 然后就叮了一把啥给她 她开始走 走着靠近的时候 她就觉得奇怪 这个人我不认识她 靠近我 然后还拿一把啥出来给她 不过她还是借下来 她说谢谢你 我怎么样还给你 那人看着她就对她讲 这把啥 是我像你一样有需要的时候 有人递给我 当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 你也把这把啥 传递给她 就好 我们今天得到什么恩典 不是我一留了就好 而是分享出去 传递出去 让他们还没有得到平安的 还没有得到喜乐的 还在痛苦被捆绑的 我们成为一个服侍的人 去到他们的旁边 向他们分享 耶稣服侍我们 不但服侍我们 他服侍我们 还付上生命的代价 神经告诉我们 并且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在当时的环境里面 这些犹太人 他们受罗马的统治 他们多么可恶自己独立出来 然后听到这句话 我想他们是多大的盼望 从一个被瑕疵 被奴隶的地方 是被救赎出来的 这是多好的信息 耶稣来成就 他说他 要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我记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为我们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 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耶稣复上深的代价 因为他爱你 他要拯救你 救赎我 有一个步道家 就步道了石头 步道结束了 讲到耶稣 我们多么需要耶稣 多么需要耶稣的拯救 一遍很好的步道 很多人信主 很多人走到台前接受主 可是 当这个步道会 信息解锁的时候 这个牧师走向来 有一个人 就从观众席上走到前面 问了这个牧师一个问题 他说牧师 你讲得很好 耶稣是很好 可是我不觉得我需要耶稣 这个牧师一听过 讲到好 为什么他又不需要 那怎么说呢 这个人就讲出他的一些情形 家庭的情形 他说 我有好的工作 稳定的收入 这种东西是我所喜欢的 而且我跟我们父亲的关系很好 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他们也很精华 学业 都很优秀 我不觉得 我有需要这个耶稣 牧师看着他 牧师看着他 就 跟他说 当 一个孩子 读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他懂得很多 他觉得 我知道很多的东西 我还学了一下大人 当他读到高中 他也会觉得 我懂得很多 我学了很多 我可以知道很多 可以解决一些的难题 读了大学 我可以知道专业的知识 就是这个牧师家 这些之外 还有更多 小学并不代表你就是懂所有 可能还有初中高中 你读到大学 还有博士的东西 你读到博士 你读到博士的东西 你读到博士的东西 我记得有一个哲学博士 从中国来这 来这边做反位学者 哲学博士 他要自杀 因为他走不出来 他觉得他人生的哲学 他都研究都知道 可是他走不 走到迷茫里面去了 人里都不需要耶稣 耶稣为我们舍命 耶稣付上了 服侍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 我们不能说 我们要付什么代价给神 神不是讲条件的 不管你做什么 不管你是怎样的情景 耶稣盼望你回头 因为耶稣爱你 耶稣不管你是怎样的 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我们只是从感应的心 我们只是从感应的心 愿意 有表达 因为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信 不要只是在言语上 只要在信心和行为上 我们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 用信心和行为 来回应主的爱 当我们想到耶稣 他的至高 变为一个人的样子 而是要受人 确然服侍我们每一个人 并且爱你的缘故 他为你舍命 我们有什么 回应 因为这个 回应 也是表达出 我们 在基督里面 被神化了 的真正 怕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侍 都成为 不当是自己的益处 也可以使旁边的人 所服侍得造就 得益处 我也想到一件事情 一直影响我 对我的服侍也带来极大的激励 我认识一个朋友 她跟我是一样的大 她 从一个外地去到一个偏偏的地方 那时候她的三十多一点 三十多岁 去到一个偏偏的地方 一个姐妹 她收养了六个孩子 这六个孩子 四五个都是 或者是 偷藏的 还是老汤的 她造物这些孩子 有些人知道她是个好心人 就把那些生的 有些人 不见成的 就放在她的家里头 知道她会 照顾这些小孩 更激励我 她的服侍更激励我的是 让她知道一个传道人 年轻的传道人 因为圣酸姐 一直洗身很洗身 到后来雕方圣人 她一人的 把自己的一个圣人捐出来 所以她的服侍才能激励我 她不单是 当时有五六个肢体 就是在祷告的时候 愿意捐这个圣给 也需要这个人 然后 后来这个年轻的姐妹 她说 她打告的时候 她有平安 她可以捐 她不单捐了她的一个圣 所以 就是这些意料的费用 她承担 耶稣问你什么 也看到周围许多弟兄姐妹 她也就是摆上了 我现在在我教会里 同样有许多美好的见证 好像灵灿 也围绕在我们旁边 我想到 在圣经那里长着一个女 就长着一个弟兄姐妹 我不说他的名字 他本身的腿不好 他有时候会常跟我联系 不要找车子的事情 因为是要接送 他把自己放最后一个 他不会坐在所安排的车辆里面 如果满 他就坐公分汽车 从家里走到帐台 坐到这边 再走过来 他自己脚不好 所以这些的服饰 他有时候有个基地 但也有一个好地方 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 我记得在上个月 音乐布道会 也有一些同工一起参与 再搬了许多的椅子过去 在韩国教会 你知道那天晚上 已经差不多快十年了 再次把这些椅子又搬回来 当我们第二天去看的时候 这椅子摆放了整整齐齐 大家不会因为这个班 需要提前来做一些预备的工作 然后晚上又是最后的走 所以看到这些弟兄姐 他不是真是那么的真诚 那么的诚实 对啊 这个富兰丽椅本来是有两个颜色 可是他们摆的不是插花一样 那你把他们摆整齐就好了 但是摆的一个颜色就整整齐齐的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 那天我看到的时候 我们弟兄姐妹 实际上是有一些爱住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的 才过了哈罗本的风收节 当然有一些南瓜 因为是放在建筑的门后面 没有的弟兄 因为那个南瓜一个星期以后就挖了 就出水就汤在那边 有一个弟兄 他把它放到塑料袋里面 没有的 那个是一个周间的时间 不是周末 周间的时间 他把它自己安静地就把它放到塑料袋里面 我提着大概六七个大南瓜 那个有水都挺重的 对不起的 放到袋子里 提着就放到塑料袋里面 然后我跟他一起帮 因为他帮不动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 一起抬起来 所以看到这许多在教会当中的服事 成为我们的激励 许多的弟兄姐妹是默默地在服事 我相信 或者是看不到 或者是 看不到 神都 知道 神都 喜悦 在服事的里面 并不是 欢欢 我们所遭遇的 并不是慌慌喜喜的事情 还有使徒保罗在习道 这些书信的时候 常常是大逼迫 大灾难 可是他们服事的心并没有减少 他们愿意付上这个服事的代价 愿意来 跟从主 在书信里面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所表达的意思就是 喜乐 他们所服事的里面 就是得到主的喜悦 愿神引导我们 当我们再次思想到 主耶稣成为一个人子 来到地上 他爱你 他服事 他为你舍命 我们也知道 我们怎样的举起这个旧恩的杯 来呈现烟花 在这赶紧的时候 季节里面 盼望我们将这个恩典 借着我们的服事 传递开来 我们去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 让你今天成为你拯救的人 主要想到 你在十字架上 以本事自大 自尊 自容 你却为爱的缘故 受逼迫和患难 主要愿意你的服事 成为我们的版样 主要愿意你的服事 引导我们 眷顾我们 我们也看到周照的 弟兄姐妹 他们的服事 好像云彩一样 围绕在我们的旁边 成为我们这条 凌晨的道路上 奔跑的力量 愿你的圣灵 常常提醒我们 关照我们 好使得我们 在服事的里面 领受你属天的安慰 领受你属天的力量 我们便欢喜快乐 奉耶稣的名祷告